行 那爸 这事就拜托您了 您跟我妈说说 回头呢我再给您打电话 行 那您问我妈好啊 你们老两口多保重 再见啊 爸 不是 怎么 我听着你向我爸妈借钱呢 对啊 又不是外人 一乐可是你们书家敌亲的孙子 你是不是有点走火入魔了 为了给一乐买房子 把你我的家里都掏空 还想把我爸妈的棺材本也掏空啊 这怎么的幸福的一个苦了两倍人呢 哎呀 你嚷嚷什么呀 什么我嚷嚷 别嚷嚷跟打架的似的 我打什么架 我打什么架 老叔 老叔你听我跟你说呀 爸妈反正要搬过来和咱们一起住吧 她没必要在老家买房了 你说现在物价涨得多快啊 钱哥银行的贬值 倒不是帮咱们一乐买房呢 拉倒吧你啊 你跟我妈几十年都合不来 万一人家老两口住不习惯了 说要回老家咋办 听我跟你说 如果你妈真的帮咱们一乐买了房子 我呀 我就感谢她 我真的感谢她们 我处处让着她 是吧 我把你爸和你妈 当那个菩萨一样的我供着 你说话鬼都不信 哎呀 你吓死我了 我就吓死你 我是鬼 老伴啊 嗯 嗯 老伴 嗯 跟你啥那件事 说啥事 喜真来电话说 一乐要结婚了 哎 不过啊 咱们要是搬过去 住的就有点紧张了 嗯 所以想就劲了 给一乐呢 买她房子 哎 现在省城的这个房子价 这么高 不不 他们家又没那么多钱 我明白了 你别说 对 真的 肯定 她是惦记咱们家那个 蔡天那个补贴款了 谢谢 啊 说得好听啊 姐 嗯 还不是说要的 那姐到时候她还不上的时候 怎么的 还像上回一样啊 咱还能怎么的 上法院去告她去啊 那你的意思是 哎呀 我的意思啊 嗯 嗯 真是应那句话了 爹有娘有 不入即有 对 儿有孙有吧 不好开口 咱现在把钱 就是要也好 借也好 给她了 肯定三口之家呢 是对咱们俩呢 笑来相拥 嗯 可是啊 老同仁想想 真是咱们要是有不着一日 咱们去跟人家去伸手 去要钱的时候 那可就不是这个笑脸 那好 咱就不给了 那 养儿子是咱们的责任 这养孙子 那就是儿子的事啊 这个也不行 真的 咱们不帮你住行 咱现在你这帮人 要跟人家在一块住 你说不给人家 媳妇这个脸子 我都受不了 哎呀 怎么事儿你说给也不行 不给也不行 那 那你说怎么办 哎呀 哎呀 真的懒得费这份心思 好好好 我去厨房去做饭去 你别着急做饭你 你看我就是 这个事儿没伤得出去 好好 总之一句话 你说给就给 你说不给 就不给 老叔接电话 哎呀我忙着呢 喂 您好 哦 妈啊 是我啊 我就是喜针啊 您怎么听不出来啊 哎 哎呦 那谢谢妈 谢谢妈啊 哈哈 谢谢您 不急不急不急 等您过来 咱们再慢慢商量 啊 什么 好啊好啊 这样我跟那个前进 带上那个依乐和小曼 到时候我们去火车站接你们 啊 行 妈 那就先这样啊 你们多保重 再见啊 哎 哎 前进 妈来电话了啊 说的那个 她跟爸 准备买火车票 来咱们这儿啊 是妈同意借钱给依乐 买房子了吧 您怎么知道的 就你那两个直肠子 还能藏住事儿 看你表情就知道 反正妈也没明说 就说来了以后呢 好好商量商量 但是我听那口气啊 我觉得 有门 我 在那 陈老山 哎呀别唱了 太难听了 不是你就这么唱了吗 尚总 郭小姐来了 你去忙忙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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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欢迎小七小姐 正式成为我们 上市广告公司的一员 谢谢 请坐 小七啊 你有什么特长吗 我特别喜欢画动画 而且喜欢画漫画 还特别喜欢打网络游戏 喜欢的呀并不一定是特长 但是兴趣就是最好的老师啊 本人还有一个宏伟理想 就是在不久的将来 要研发一套自己的网络游戏 你别吓唬我休息 我没有看不起你这样啊 我祝你早日实现自己宏伟的目标 秘书是干吗的 不是 这你上午怎么跟你说呢 等以后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 秘书呢更重要的是一种能力 跟你在学校里学的课本上讲的 基本都无关 不过呢 看你外形这么靓丽又这么冰雪聪明 跟着我不出一个月 一定会成为一个特别优秀的秘书人才 真的 当然是真的了 会喝酒吗 会啊 酒量怎么样 啤酒半达 红酒两瓶 白酒八两 你绝对是一个天生的秘书人才 这样 今天晚上呢 我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应酬 你陪我一起去 好啊 保证完成任务 到了没有啊 到什么到啊 你妈小们怎么回事 车马轻载怎么还不来 这缠住气 这不没到呢 张啥吉 这马上就到了 你给我给小曼打电话 你给我妈打一个 这什么呢 你这招啥吉 小曼 你到哪儿了啊 我刚打上车 你别着急啊 没事没事别着急啊 你慢点啊 师傅 麻烦您开快点 你说咋就不接电话 没打通啊 完了 肯定手机落家了 不戴家娘 我妈也是 啥时候都不戴手机啊 我给我妈打一个 再先去看看 通门 我跟你说 你俩的心可戏了 出来一看你妈没到 肯定以为啊 你妈嘴上高兴让她来 心里不高兴 对 又得生气 我妈 这皇太后的嫁到了 皇后不出来接驾 你说 来了来了 奶奶 哎呀奶奶奶 先进了 先进 先进 你好了啊 怎么着 就你们两个人呢 我妈呀 我妈呀和小曼 刚下班她露着堵着 今天特别堵 行行行 咱们就在这儿啊 等着一会儿了 说话就到咱咱别急啊 奶奶 孙女儿 爷爷 好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好 没事没事 那个你妈妈呢 那个我刚才打电话 没接 没接啊 就是快到了 哎呦说喜真不欢迎我们来呀 哎呦奶奶 您想哪儿去了 我妈知道您跟爷爷来啊 高兴得都穿房顶上去了 就是啊 也许在路上呢 是 那个小乐 你再打电话看看走哪儿了 别闹我 毛喜真 你疯了你 就疯了 蒋明露 蒋砸王 你个爱切闹的 追 你 你给我松开你 蒋砸王 蒋砸 蒋砸 蒋明露 你个蒋砸王 你个爱切刀了你 你骗我 我给你冲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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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开门 你给我开门 开门 你给我开眼镜 你个爱切刀了 你大了骗子 大了骗子 大了骗子 他个大骗子 你大了骗子 你大了骗子 你把我骗惨了 我给你冲心了 你会照报应看 你这想脏吗 蒋砸你妈 打你哪儿有 喂 阿姨您在哪儿啊 我 我在学校呢 小妈 您别哭啊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你是记着 你能不能替我想想办法 给你个该死的蒋砸毛 抱抱挂 谁是蒋砸毛啊 谁是蒋砸毛啊 喂 这个蒋砸毛 蒋砸毛 你个害人精 干了 我给他打 我给他打 乖乖 醒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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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谁欺负你了 怎么着 别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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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什么事 快说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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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哭 妈 别说 没事 没事 妈 慢慢说 慢慢说 怎么了 那个 今天那个江南猫通知我 说这批退休的老师当中有我 退休 我还有啥事 退就退了呗 咱们厂现在效益也不好 你就上班多拿不了几个工资 可是请咱们跟我说 我只能按普通工人算 不能按老师算 妈 我在子弟需要当了二十年的老师 我只做了八年会计 你这么一算 我以后每个月会比别的退休的同事 我少拿好几百块钱呢 妈 妈 我不期不期啊 不期不期 你咋知道吗 不期啊 妈 妈 是就你一个人这么着啊 还是全都这么着啊 那个这次提前退休的 我全是子弟需要的老师 妈妈 像先当老师后当会计的 只有我一个人 你 你一个奖杂毛 妈妈 妈妈 奖杂毛 阿姨 你说的奖杂毛是谁啊 那个奖杂毛 是我们厂里人 给子弟向校长蒋梅露起的外号 喜珍当年不是得罪过他吗 找个借口把他调离了教室岗位 送到那个校办公室当会计去了 可是按政策上来说 阿姨的教室资格如果被保留了的话 你没有正式转行 退休了还是按教室算 你看 坏就坏的这奖杂毛 他没有保留我的教室资格 这奖杂毛 你慢慢说 慢慢说 别着急 你看看你 你怎么一说话就着急你 这奖杂毛 别想那么多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什么是没办法 什么是没办法 都怪你 书前进 你没本事 你太没本质了 你说你要在厂里混过一根本质的 我何至于挨着蒋杂毛的欺负呢 他冲我来了这孩子 习真啊 听妈的话 你出现这事儿 咱们全家人想的心 谁不好受 是吧 但是你不能用钱 就没本事 你说那厂子里几千人呢 那当官的才有几个呀 那那些人都没有本事吗 习真 不是妈说你 她坏说明了 你咋不找那个有本事的呢 你怎么偏嫁给我们前进呢 不是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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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非要嫁她了 您忘了 这是您 是您找媒人来跟我说和 您是看中了我这人民教师的资格身份 您就硬逼着她娶的我 您忘了 我没忘了 习真啊 说句良句话 妈为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呀 难过了几十年哪 我后悔呀 你瞧你这个脾气 我后悔我儿子怎么没跟她表妹结婚呢 我的儿子要真跟她表妹要是结婚了 两个人说不定现在我跟你说 她小日子过得够滋润 妈 妈 妈你 妈你怎么这么说话 你妈和你奶奶怎么一见面就吵架了 没吵没吵 哎呀 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你在这儿坐一会儿 咱们一会儿去晓天了 那你跟我讲讲 你爸和他表妹怎么回事儿 那说来个话长了 夏婷 我爸和我妈是包办回忆 我爸其实喜欢我表姑 我爸和我妈是包办回忆 我爸和我妈是包办回忆 我爸其实喜欢我表姑 但是我表姑没工作 我奶奶死活不同意 后来 我奶奶专门找人说了我妈这边去 结果结婚那天吧 我爸跟我表姑约好要私奔 可是我表姑她从乡下坐车 搭坐车没干啥 王喜甄 我问你 你这个时候提这些成果乱之吗 你啥意思 妈 我问你 我跟你是不是借着你退休之计 给我们两个人一个下马威呀 妈 我不好意思 好说 如果你不欢迎 从心里往外讨厌我们这两个老子 我们马上买票 达到恢复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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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跟你说 你儿子不是窝囊会 在家里也不是七碗盐 再说 这个家还有我说话的权利 你们二老婆就在这儿住着 就这么住我 我看谁敢年纪们走 谁呀 谁呀 谁年爸妈走了 谁呀 谁也年爸妈走了 我没有 我 输钱去你 你别扣帽子行不行 好了好了 好了 好了都别输了啊 这个你这人还有着病 他遇到这么严重的事 他不像咱们自家人输 他说 他向谁去说呀 你 啊 家和 家和才能外侍兴啊 怎么没事儿了 中场休息 好 好 一路这房子可怎么办呢 你说以前吧 有三农问题 现在呢有三房问题 没房真穷 买房真苦 房贷是真危险 可怜的儿子真是 是 是 哎呀 喜真的 绕了这么大个圈子 啊 总算是绕到了正题上的 你是不是就惦记着我和你爸那个 拆迁那个房屋补贴款呢 妈 我说 真的 我跟你爸都商量了嘛 嗯 咱们安顿下来 找你好好商量上来这件事 既然今天你已经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我可咱们 也别装聋作哑了嘛 喜真 爸 我和你妈商量过了 一路这房子被去买 嗯 我们这做爷爷奶奶呢 也应该帮不帮不 不过啊 我们只能拿出五万来 五万啊 才五万呢 少点啊 不是妈 我们还打算在老家再买一个小房 妈 您是不是担心我对您不好 您想留后路啊 不是妈我这人脾气吧 真的是特别坏 但是我人心不坏 我真的不坏 喜真 我们没那个意思啊 您想想 夜落归根 这是长点啊 嗯 那边的房子 没有了 就等于和这故乡彻底断了根啊 哎呀我实话跟你说说吧 等我们不行的那天 我们提前回那房子 我们也不打算死在医院 更不想死在你们家啊 妈 会气的 别这么说 等我们走了 那个房子 就是我们老两口子 给你们后人 留下最后的一个心意吧 啊 其实我觉得吧 你奶奶跟你妈 其实俩人都挺同情搭理的 是啊 小曼 嗯 我们家这复杂的情况 没瞎着你吧 哎 你把我想的也太脆弱了吧 其实我觉得亲情 就应该是这样啊 大家有什么 就想说什么 就说什么 不用小心翼 嗯 在外面本身压力那么大 回到家关起马来 吐吐槽发泄发泄 这样还有益于身心健康 这不就是家真正的意义吗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哎呀 咱俩英雄所见略同啊 小曼 你太棒了 你太伟大了 谁了 你太幸福了 言 言言言言 我太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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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讨厌 干啥呢 奶奶 走啊 爸 走了 哎 哎 妈 这边 哎 干嘛呢 包还没拿呢 俊俊 今儿晚上的客人特别重要 一定配好了啊 先生 是 先生 上总啊 上总啊 您好 上总 现在可以上菜了吗 再等等 还有一位很重要的客人们等啊 好的 上总 这次啊 多亏了赵队长 才能请得动你们主任的大家报应 哎呀 老朋友啊 说这么客套话 哦 我得提醒你啊 我们主任那酒量可不是一般的好 你待会儿可得让他喝痛快了 以后那事儿才好办啊 您没看我就是带着救兵来的吗 这个小七小姐啊 是酒中高手 我今天带菜来的目的就是把你们主任配好 是吧小七 对 保证完成任务 小七看上去很年轻啊 大学刚毕业吧 嗯 刚毕业一年 年轻人 多努力 社会才是真大学 你要是酒量好啊 比那张文凭实用 多谢赵队长指教 小七记住了 双总 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新来的郭主任 郭主任 这是上市集团的邵当家的 郭主任 那里面请 来 走啊走啊 哎 我怎么觉得在哪见过你 是吗 瞧这眼熟好啊 说明彼此都很投缘嘛 郭主任 您今儿可是来晚了 待会儿可要罚就三倍啊 哈哈 这一上来就是要惯我呀 郭主任 您不知道 尚总今天可是有倍而来 还特意请那位漂亮的女儿 酒仙要跟您斗酒呢 哈哈哈哈 这位酒仙呢 去洗手间了 哎 怎么这么长时间啊 好 不好意思啊 小琪 人都还齐了你干嘛呢 快点出来 拿去我吧 我听听你说什么你先出来 小琪你快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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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琪你赶紧出来 你赶紧出来 你赶紧出来 我出来就出来 我出来就出来 又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我这是在工作 工作 就在那当陪酒 你不要说这么难听行不行 我们公共宴请不行 您接受公共宴请就行了 我是尚总的秘书 他不是你男朋友吗 撒 我和尚总 是纯洁的普通朋友关系 油腔滑调 请上呢 你给我解释清楚 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 一会儿谈恋爱 一会儿又普通朋友 现在又变成了上下级 郭主任这是个误会 你带着小琪到这种场合 让她当陪酒 你把她当什么人了 不是让她陪酒 行了行了行了 你别解释了 我也不想听你 我只提醒你一点 以后离我女儿远点 不是不是 郭主任 我跟小琪嘛 我跟她认识以后 她是好在找工作 接下回家 不管 你不能做吗 然后我就认识她了 我就走 回家走 郭主任 走 走 走 郭主任不好意思 郭主任您慢走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就这么巧呢 喜针 嗯 姐妈 那您吃吧 还喜针呢 你说这回一烂买房子 你爸妈不出点力啊 嗯 哎 妈 那个我爸妈呢 他们都是普通的农民 我说整天吧 就在那个地里哈 跑点酱油钱啊 盐钱什么的 你说哪有钱说补贴外孙啊 是不是 哎哟 你爸妈在城江啊 开了个杂货店 你妈还在村里当了妇女主任 哎 一个月好几百块呢 真的 你说再说你们家 哎 这吃的你这粮食 米面 鸡蛋 啥啥啥啥 都是自己家 地里出的 你回我家 你知道吗 那你说说不定我个人说 你妈她们的存款呢 比我妈还多呢 啥啥啥呀 妈 你说那话 就是连那个嫁出去的姑娘 都是泼出去的水 何况是外孙了 干嘛呀 吓我一跳 你踢我干嘛呀 没事 你说这买房子 你老跟你拍干嘛呀 你们呢 我就说是何况外孙了 是吧 哪有说外婆家 说啊补贴外孙 说买房子这个道理 妈呀 你不是跟一热都说了吗 要帮你爸爸妈妈接来 将来养活着她妈妈 那既然养活她妈 就补贴点呗 我跟你说 这补不补贴 这可是态度问题 你能补贴多少 说这是个能力问题 不是不是 妈 不是你这个呗 妈 喝点汤啊 这个 帮补这事吧 我认为 它不光是一个钱的事 您说是吧 嗯 那当初伊勒小的时候 是不是我爸我妈给她养大的 她们年轻的时候已经出国力了 你说现在 她们老了我们在身上说 要点钱 这 我觉得不太公平 嘿嘿嘿 那 你也一会儿我玩什么就 麻烦我们俩没带伊勒 嗯 哎呀 来来吃饭吃 说这干什么 哎呀我说这不是 妈来你吃这个 这个汤对不对 汤 啊 哎呀你等着烫我不爱我 是 干饭我不爱喝汤 行 我还说这事 那个时候你爸那是 当时是全国劳动模范呢 嗯 你现在劳动模范那么好当啊 是啊 在单位呢 那付出真是 哎呀得忘我的那个劳动 你说你妈我啊 当了护士也是三班倒啊 那是你爹妈没事的家闲着 闲着那不看外孙子干啥呀 反正这伊勒他他他姓叔 不姓王 妈呀这样 以后这件事情咱不要再提了啊 五万块钱你也不用拿了 啊 伊勒自己事情上自己解决去 吃饭吃饭 好 孩子要是能够自力更生 那是最好的了 吃吃 嗯 两码事一码事一码 不是那个意思 走吧 妈 嗯 咱们都是一家人 就不算那么清楚了哈 嗯 我倒是觉得李小曼他妈 不是 你想啊 以后伊勒买了房子 住在里边 是不是李小曼也有份啊 难道就说咱们这 咱们家的老人帮不 李小曼他妈不帮不点吗 嗯 你说这事在这儿吧 真的 在这一点上 我跟咱们两个是同意这些 哎对对对 可是 嗯 可是李小曼他妈 你要跟他要出钱来 不太容易 又等于是那个 虎口里巴牙 口门啊 嗯 就这么难 你这样 嗯 你跟伊勒说说 你叫伊勒把他请到咱们家来 吃顿饭 晚上咱们能在饭桌上 我试探试探的口 你看看成不成 好给 哎呀这太好了 完全看不出来是补过的 还是您的手巧 来大姐 哎呀你这干什么呀你 哎呀我也不能让您白忙活了 这大半天的呢 哎呀行了咱们都是邻居 说话说的好啊 远亲不如敬临 我帮你补一个洞 你说你还给我拿钱 你帮我当什么人了 那行你去忙吧 那那就谢谢您了 好了好了我给你送了 小曼 来 帮我抬一下防线机 妈你怎么还不换衣服呢 哎呀一会儿呢 哎呀一会儿呢 哎你给伊勒公公朋友 准备什么衣服了 准备花在那儿呢 这么一大袋啊 啊 妈 怎么都是包子啊 怎么呢 我一个做包子的 不送包子我送什么呀 这个是妈选的上等的五花肉 是妈亲手包的 他们上哪能吃这么好吃的包子去 就这些没别的了 怎么呢 哎 妈 嗯 这地我都拖过 您怎么又拖呀 哎呀 这是你拖的地啊 我又拖两遍了 我一拖过这个地板刷子 我跟啥 还是浑的那水 妈 这就是地 这不是脸 用得着弄那么干净嘛 错啊 真的 这叫主人的脸 客人一进门 一看你这地板 一看 哎呀 这家不讲卫生 不讲清洁 妈 您呐 当了一辈子护士 您有洁癖 那什么 真的 真的我猜的地 如果您都看不上的话 我跟您说吧 今后小曼进了门 您就更看不上眼 小曼呢 小曼肯定不是能干家务活的人 过来之后 我真的好好调教调教他 哎 妈 妈妈妈妈妈妈 是我说 您听我说 我 我是未来小曼的婆婆 您只是她婆婆的婆婆 您跟我说过的 您忘了 您说的 上北人不管下北人的事 您说的 她那个将来小曼过了门 我 我这个婆婆 我调教她 我慢慢教她 您呐 就不用操心了 哎呀 就像神医当共和 不成的 到了 棒棒棒棒 请进 欢迎欢迎 热变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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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帮你坐这儿 帮你坐这儿 阿姨您坐这儿吧 我有脚气 她脱了以后 勋着大家了 不好意思啊 套 套鞋套 鞋套 什么 拿鞋套 那行 那 那我给你拿鞋套 阿姨您坐这儿 您坐这儿 哎呀 脚上套个塑料袋 你就快干什么呀你们 不是小曼的妈 这不是那个塑料袋 这是鞋套 我妈刚擦完地 你换上鞋套 省得把地踩脏了 那行了 那我就不进去了 哎哎哎哎 对了 这是我一大早起了 亲手包的仪涕 最拿手的酱肉馅的包子 你们要不先去收下 收一收一收一 我就回去了 别走啊 你来了门都没进你 这好嘛 来来进屋呢 哪敢进屋啊 我是个卖包子 我这脚多脏啊 怕把你家地弄脏了 小曼她妈 小曼她妈你看你误会了 真的我们家吧 就这习惯 人人进门 你看都都换上拖鞋 你穿上这个呢 就比较方便 方便 方便什么 方便打扫卫生了 对啊 老实说你们家代课知道 我不习惯 客人还没进门呢 哎你们倒是先考虑 是怕客人 把你们家地盘给踩脏了 要是怕这么麻烦 你们也不应该请客上门 对不对啊 妈 这阿姨不习惯戴鞋套 就不戴了是不是 妈 人家现在好多人家里都这样 哪样啊 就 你过来 你这 来来 你泡一下 行行行行 那给我吧 来 给我看 这方便 我这鞋是新的 脚是昨天晚上泡 对对 好 什么规矩 来请进吧请 请屋里坐吧 哪个呢 那您可以去里边 客厅客厅客厅 客厅客厅 客厅他也必须换呢 这个特别给小妈妈买一打 就是铁工净一码工吧 跟他要钱的话 我觉得妈这事特别难 我有个主意 什么主意 你得跟我配合好 我跟您配合 看我的颜色行事 行 咱们两个给他来一个敲山镇虎 别让我 爷爷奶奶一个卧室 我们俩一个卧室 乐儿一个卧室 还行 来来来 喝水 条件就这样 对对对 让我们家吧 真是就这么一条件 房小 人多 急 热闹 是热闹 所以伊勒和小曼结婚 还得再买套房子对吧 对 是这么想的 可是你说现在这房子 长得多快呀 这俩孩子这不也看了好些日子了吗 就没看到合适的 这俩孩子你说才工作几年呢 要没有 没有老人的帮补 他们俩买房 那得猴年满月呀 房价是涨得离谱 父母有能力 也该帮补点嘛 对吧 对对对 我跟他爸爸我们俩是都有工作 可是我们单位的效益吧 真的太差了 一天不如一天 是啊 现在就是房价涨 你给公司不涨 我也提前退休了嘛 我们俩这工资加起来 可能兴许还不如你什么卖包子的呢 妈 您看您这个茶叶盒里吧 没茶叶就和别在这儿放着碍事 知道 知道快收起来吧 咱们接着说 刚才收到哪儿来着 对了 收到那个 就是我们俩那工资加起来 可能兴许还比不上你这卖包子的呢 亲家母啊 你这可是瞎子过和谦虚嘛 怎么 你们俩可是两个人都在挣钱 不像我一个人就撑着呀 那现在的生意是越来越难做了 我这包子和租期呢也快到了 房东说了 要是续约每个月的租金得整整涨两百块 我得多卖两千多个包子 才能把这个租金挣回来 你说多难呢 是 可是你那儿灵活呀 不是你想多赚钱你就多卖包子呗 不是像我们 我们这都是死工资 说实话我们吧真的 我们都想帮这俩孩子 早点让他们买房 早点让他们结婚 说实话我们 就凭我们这个能力 我们真是有点心有余力不足 是啊 现在这个生儿子的爹妈 压力是够大的 是 还好我生了个女儿 女儿要嫁出去 倒不用操心这个房子事了 妈 阿姨 咱不聊房子的事了 房子的事我跟小曼我们能处理 你们不用操心了 好不好 是 聊点别的 先喝水 你陪庆母先聊着 我做饭去啊 好 爸 你给我打下手 爸 你喝水 喝水啊 那好 爸 行 那我们聊着 喝水啊 爸 爸 你说我妈出这馊主意 弄把我又觉得吵起来 我也看出来了 小曼的妈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要指望她拿钱 那一点希望都没有啊 小点声 小点声 那你一会儿瞧瞧劝劝我妈 我一劝劝洗身 别再提钱的事了 你说把一轮弄得多难看呢 你说的倒好啊 你妈是那个听劝的人吗 爸 不是我说你 太没有出息了吧 你连自己老婆也管不住啊 你还好意思说我 你一带你媳妇面前 还不是一只煮熟的鸭子 就剩一个硬嘴壳了 这么烦 反正不管父母怎么样嘛 都是为了孩子好 是吧 可不嘛 可怜天下父母心呢 为了给小曼一个好的生活环境 我是累死累活 起早贪黑的卖包子 到了省城这些年呢 哎呀简直脱了一层皮 才把房子买下来 欠下一屁股债 到现在还没还清呢 这是事儿 一定哪 来 这是五万块 给 不是干嘛 我给依乐的 我要知道 这五万块钱呢 远远不够你交首付的 这就是奶奶和爷爷的 一点心思 不是妈 这我们怎么好像赢的钱呢 奶奶这这你拿来 别别别 一乐买房 这这这我 你别管好不好 啊 不是奶奶这钱我不能要 一乐 这是奶奶一片心意 啊 不是 好孩子啊 真的 奶奶一片心思啊 奶奶 来我给你妈说句话 哎呀 妹子 妈 闺女 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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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还好 耳朵 就有个美好 慢慢来 岁月一千亿生走过来 趁机你送我的酒余色 请我不慢着吻你的手 慢慢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